继政府交代中小学等全日复课 要达到一定的新冠疫苗接种率 有大学也交代相关的安排 其中科技大学表明 若学生不打针又不定期检测 将会被禁止进入校园 还有不够一个月 学校就陆续开学 多间大学早前率先表明 要求私生或者宿生接种新冠疫苗 否则要定期做检测 其中下个月1号 开始面授课堂的科大法内部电邮 交代具体安排 要求所有定期进入校园范围的人 包括私生、定期访客 和在校内提供常规服务的承办商员工 需要接种疫苗 否则每两星期检测一次 如果因为健康问题未能打针 可以向校方免费领取快速测试剂做检测 如果学生两项都不做 会被立即禁止进入校园 和图书馆等等相关设施 直至做到相关要求 校方提醒学生需要注意 无法入校园带来的潜在后果 包括未能够满足出席率 或者课程要求 缺席考试等等 校方汇次纳网上系统用来上报纪录 符合要求的人可以获发电子通行证 完成两剂接种 通行证有效期去到年底 只是完成一剂的有效期大约一个月 除了科大 理工大学早前都曾经说要求教职员和学生 在新学年接种疫苗 否则要定期检测 未有交代不符合要求的后果 至于港大、中大、浸大和岭南大学都有类似要求 不过只是涵盖宿生 其中中大表明如果不符合要求 将不会安排宿位 而港大就要求宿生自费检测 成大就说一直有留意疫情发展 鼓励私生教职员按个人需要 考虑接种疫苗 无线电视记者利由坤报道